到了關島出外景 別忘了我們有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務 原來兩位 有什麼樣的心理 要準備要演床戲了嗎 痛嗎 太痛 沒有準備 沒錯 大家期待已久的親密吻戲 還有限制機床戲即將登場 這一次我會等著爸哭哭 因為我不敢開床 今天這一次 非常 那個 緊跟用力的 很小的樣子 你們可以到什麼程度 我可以 用十個手指頭 我可以露腳指頭 他露手露腳好不好 這一個露上半身 這一個露下半身 指數可以 親很多地方嗎 導演自己要開心 我覺得是導演自己比較開心 對 我剛剛發出了什麼聲音 冷靜 這是鄉親持續的第一頁 非常重要 然後 明明到拍得又微美 又三成感覺 然後看人的紅心跳 然後第一集就被髮 他只有不要第一集 為了終於漫畫援助 植樹跟鄉晴的蜜月之旅 一定是精彩可情 老廉我要求清茶 可以嗎 真的 是這樣子 很像杯杯這樣坐下來 不要提 然後大家在網路上 馬上給開 你們看 小縱跟依晨緊張好樣 只知道火熱的親密戲 其實對演員來說是一大挑戰喔 尤其一大早 在半夢半醒之間 就要 未成年的觀眾小朋友 收看時 一定要父母陪同才行喔 好熱喔 好熱喔 來吧 可以看到人戲 啊 他臉上活著我的口水 哈哈哈哈 老婆 口水擦一下 很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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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唉唷不要拍 就 今天早上還請大家 心情如何 就當做夢吧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大家都還沒洗 不是只有我們演員還沒洗 就是很多人都還沒洗 然後 在這個時間不太一種 假如現實生活中發生這樣的 橋段還蠻浪漫的 就是在陽台清晨一起看日出 很小 很害羞 哈哈哈哈哈哈 這種事問女生都很害羞 還蠻久沒有拍這樣的戲 真的嗎 而且你只是會這樣前往前面這樣 沒有那麼火熱過 有點到為止嗎 而且這一次就是導演算是大突破 因為導演以往就是最不會拍的就是這種 情慾戲 所以他這一次的 就是算有突破他自己的一點那個 以前的那種 欸那是 我想想 以前的那種 圍裡 你終於突破你心中的高牆了 導演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說應該是 跟導演結婚有差吧 然後剛剛導演 剛剛導演還在就是事情還要在教我 就是教我要怎麼清 可是這種東西怎麼教得來呢 而且他拿我示範的時候 整個人想就從這裡跳下去 還蠻高的 應該會 不死也半條命吧 對 希望就是 大家看著這場戲 所有工作人員 就是 都可以 振奮精神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很多戲要拍 這是一天的開頭 對 我們應該會拍完直接去機場 真的 二十個小時 現在是五點多 我們飛機 今天早上五點多 希望就可以開開心心的 就結束我們這次的彎島行程 囉